说起唐国强,网友们脑海里肯定会浮现他饰演的毛主席的形象,更是深入人心,出道这么多年演绎了二十多个古代帝王将相,演变了中华上下五千年, 他身上透着一股王者气,是大家公认的皇帝专业货,他给人的形象就是正气凌染,五官专政,帝王将相,不怒自卑很有气场的感觉,他却以自己精湛的表演,是一个又一个大人物,各展风采,独具神韵,唐国强有过两段婚姻,前妻叫孙涛,两个人1979年结婚,那时候唐国强刚刚凭借小花一炮而哄, 83年生了一个女儿,六年后婚姻破裂,然而,在1990年的除夕夜,孙涛和静涛下年仅七岁的女儿和年迈的父母,在厕所上吊身亡,如今与前妻生的女儿也不相往来呢,唐国强的现任妻子是演员壮丽,壮丽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,他是藏族人,有着英国血统,长得身材高挑,浓眉大眼,现在的他是演员,同时还是唐国强的经纪人,夫妻二人是搭档, 唐国强和壮丽有两个儿子,都很少曝光在媒体面前,早前在美国留学的大儿子曾曝光尽照,而小儿子更是十分神秘,现如今两人已携手走过二十余个婚姻年头,纵懒娱乐圈每天上演狗血剧情,唯独唐国强和壮丽,人恩爱不减当年,别提多让人羡慕这对模范夫妻了。